整个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分类的损失函数 分类的损失函数其实就是那个sortmax的变本 假设这个i呢是正样本的话 那我们就看这个正样本就是dj那个 那也就是说第i一个anchor是我们的正样本 它与dj一个真实物体的边界框 就是我们看它边界框 从何度呢大于我们设定的那个iOE 大于我们设定的值呢 是这样的 dj一个anchor和dj一个真实物体 这个真实物体比如说这两类分类的里面 这个真实物体可能是 假设它是猫对吧 它作为猫的这一个物体 它的边界框可能是有重合 但它作为狗 它可能它的边界框就没有重合了 或者是 它们在同一个位置 它们两个的边界框都有重合 对吧 有可能 它们假设就是像一个站在另外一个的前面 把另外一个几乎都挡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两个都有重合 所以说我们要看第i个anchor和dj一个真实物体 你这个真实物体有很多个类别嘛 它作为第k个类别的时候 它的边界框的重合度是不是大于我们设定值 如果是大于的话 它取之为1否则为0 然后呢 再看第i个anchor里面 我们 看它属于这c个类别 第i个anchor 这个去对应 它的是不是第c个类别 第k个类别的概率是多少 去对数 这就是前面这个部分 然后前面加负数 这减去什么呢 减去假设i是负样本 就是说这个第i个anchor 它是没有匹配到我们的人工滑定的一个物体的边界 那我们看它作为第i个anchor 预测它为背景 就是我们保留0这个值 这个类别作为我们的背景这个类别 的概率是多少 求对数 这样两个部分合起来 就是分类的损失函数 请注意这个负样本是通过hard negative mining找到个负样本 而且正负样本的比率是大概是三比一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我们是怎么定义一个anchor和一个我们真实物体的边界框 它的那个是不是匹配呢 假设我这里有个停车这样一个标志 那假设我的真实手工标注的是绿色这个框 红色这个框呢是我们预测的这样一个物体的边框 那它们的IOU叫做over intersect of union 对吧 intersect of union 那它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看这两个框 它们重合的部分的面积 除以它们两个面积 就合起来的面积 那举一个例子 如果红色框是这样子 绿色框是比它大呢 它们两个是重点率是0.4% 在中间这种情况呢 就是重点率是73%左右 右边这个几乎完全重合了 这重合率IOU是0.92%左右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hardlective mining 是SSD生成复养本的方式 它是随机选择一些 首先是随机选择一些 非目标区域 目标区域就是我们手工标注的那些区域 只要不是手工标注区域 我们就把它当作复养本 我们先训练一次 目标检测训练以后呢 我们就使用目标器 在一些随机选择的图像上运行 手机的一些被误认为 就本来不是目标 是背景 误认为是目标的区域 并且找到了一些 被误认为的情况下 概率还挺大的情况 就被误认得还很厉害的情况 然后呢 把它们加入护养本 请注意这护养本 我们要保留的比例 比如说1比3 3比1 我们要根据我们实际情况来选 然后再回到第二步 再训练一次 然后呢 再做检测 把检测到的那些被误认的区域 并且误认率比较高的 按照我们的比例 这样加进去 就是循环这个过程 来找Hardly to mining 它的总的这个模型 它的损失函数L呢 是等于N分之一 乘以L分内的损失 加上Alpha乘以定位的损失 N是选定的正样本 和负样本的数量之和 Alpha呢 是平衡这个分类损失和定位损失 Alpha越大呢 你越看重分类的损失 Alpha越小呢 你越看重分类的损失 你越看重 就希望分类整确 哪怕牺牲一点 那个定位的准确度 Alpha的值的确定呢 可以通过交叉验证 Cross Validation的确定 在这篇文章里面 它用了Alpha的值是取得1